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我们的耳朵 愿祂亲自把祂的话语 能够牢牢地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默想的时候 愿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语 诗篇128篇1到6节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哪 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了诗篇128篇 1到6节的经文 这同样是一首上行之诗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 上行之诗指的是 一年三次前往耶路撒冷 朝圣的路途当中所吟唱的诗歌 而这篇诗歌当中充满了祝福的字眼 诗人先后四次提到了福这个字眼 先以有福为开始 然后提到了祥福 蒙福和赐福 在这篇诗歌当中的祝福 也是按照人人 个人 家庭和教会 四个次序进行描述 那我们今天就来先看一下 128篇当中所提到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可以得到神真正的祝福 第一节经文当中 开门见山的指出 神对于祝福的两项 永恒不变的先决条件 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所强调的 蒙神祝福的秘诀 一 敬畏神的人 有福了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迎接了耶稣基督 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也称呼神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也领受了圣灵 在我们的心中 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都有不同的见证 和生命的改变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神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神 神也是面对邪恶 惩罚邪恶 惩恶扬恶扬善的 全能的神 神也是赏罚分明的神 我们所有面对施行拯救 与审判的这位全能的神 我们怎么能不敬畏他呢 我们怎么能不屈膝 服服在神的面前 去尊敬 去尊崇 这位伟大的神呢 人与人之间 我们常说 我们要强调人敬我一尺 我要敬人一丈 夫妻之间我们也强调 要相敬如宾 父母长幼之间 我们也强调 我们要尊重长辈 我们要孝敬父母 老师与学问之间 我们也强调 我们要尊师重道 更何况是这位全能的神呢 我们应当尊重我们的神 可是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尊重 真的敬畏这位全能的神吗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是否思想过 神是否喜悦 我们所说的话 是否喜悦 我们所做的事呢 甚至我们在读经 在祷告 在聚会 在参加礼拜的时候 也常常忽视了神 轻视了神 远离了神 甚至不把神当作 一个全能的存在 我们应当来到神面前 向神悔改 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 能够真正的去敬畏祂 真正的屈膝 跪拜在祂的面前 因为祂是伟大的神 祂是配得我们敬拜 配得我们敬畏的神 祂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祂也是审判这个世界的神 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耶稣基督 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审判的时候 全地的人都应当来到神面前 去敬畏祂 让我们这些 已经成为神儿女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 我们刚刚强调了 如何能够得到神真正的祝福 首先我们说到 敬畏神的人有福了 接下来 今天的诗篇当中也教导我们 遵行神道的人有福了 也就是顺服神话语 遵守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人 我们不但要在心中承认 和敬畏我们的神 我们在内在去敬畏我们的神 内在的敬畏 产生外在的行为 就是顺服和遵行神的话语 倘若我们的嘴上说 我们敬畏神 可是我们的行为 并不是遵守神话语的话 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仰 并不是真实的 只有敬畏神 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 才会真正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神教导我们的祝福有几点呢 第一点 我们会得到工作的祝福 神创造人的目的之一 是要我们治理这地 所以不做工 没有工作 并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 亚当和夏娃 犯罪之后 依靠劳动 获得食物 就成了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从前 伊甸园中 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 都可以吃 但是犯罪之后 确实需要受苦 受累 才可以在地里得到土产 才可以得到吃的 劳苦是神对人类的一种咒诅和惩罚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 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受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 必给你长出荆棘和离祭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但是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当中 神却通过劳苦 通过劳动 要赐福给神的儿女 让神的儿女 在敬畏与顺服当中 通过劳动 认识神的伟大 神是可以把咒诅 转为祝福的神 并且 神也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殷勤 不可懒惰 要努力地工作 获得神的祝福 若不劳动 就不可以吃饭 在 帖萨罗内甲后书 三章十节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若有人不可做工 就不可吃饭 是圣经当中 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一些人在工作上 并不快乐 而是觉得 非常的辛苦和愁烦 但是今天的话语当中 教导我们 我们面对任何的工作 都可以荣耀神 并且我们要因着工作中 得到神祝福的这件事 我们要活出喜乐的生命 第二点 我们的事情顺利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从现实生活来看 我们的确看不到 不少基督徒 他们人生是不顺利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苦难 有很多环境 有很多困苦 所以说神祝福我们事情顺利 很多基督徒不相信 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明白 在这里所提到的顺利 并不是属世的顺利 而是神所说的属灵上的顺利 什么是在属灵生命上的顺利呢 神要通过苦难 赐给我们来自天上的祝福 在苦难的后面 有神的祝福 所以有人说 苦难是伪装的祝福 在神来看 这个苦难的后面有祝福 可是在人来看 似乎是不顺利的 可是神对我们说 你们要通过苦难 要训练我们 希望神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 面对任何的事情 只要我们顺服神 敬畏神 神就会真正地赐给我们 事情顺利的恩典 第三个祝福是家庭的祝福 一个幸福的家庭 需要一个同心合一 温柔善良 一个家庭印着男人女人的天性不同 他们所担负的职份也不同 男人做男人的事 女人做女人的事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妻子的祝福 妻子担负了生养孩子的职份 这是男人所做不到的 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 多生养孩子 是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很多妻子结婚以后 不能够生育孩子 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痛苦 所以能够生养孩子 是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并且像葡萄树结果一样 能够生出更多的孩子 是更大的祝福 像橄榄树 栽牙一样 能够在一起彼此和谐和睦 幸福的生活 也是神赐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第四个祝福是教会的祝福 在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神要从西安赐福 而当时以色列人一年至少 要三次上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说 这里面赐给西安 通过西安赐给耶路撒冷的祝福 就是对教会的祝福 那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教会 使我们的家庭得到祝福 通过教会 使我们的社会得到祝福 通过教会 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祝福 通过教会 使这个世界得到祝福 好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 天一佛我们的神感谢你 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告白 只有通过敬畏神 只有通过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才会得到神真正的祝福 但可惜的是 在这个世界之上 很多神的儿女们 忘记了这美好的秘诀 也忽视了神所赐给我们 这美好的恩典 恳求神让我们重新 回转到神的面前 能够真正的敬畏我们的神 真正的顺服神的话语 活出神所赐给我们 得胜的祝福的生命 感谢赞美你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你